刨根真言 末是奇观 在这个3月5日 中共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即将开幕之际 新华社发布了一个诡异的新闻 秦刚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一时激起千层了 因为去年就有各种传说 秦刚已经被死亡了 他的外交部长的职务 是人大常委会罢免的 习亲自签署的 而现如今秦刚又主动辞去了人大代表 可以观察到两种端倪 第一 秦刚不是被罢免的人大代表 而是主动请辞 这也不该死吗 那么第二 如果秦刚死了 怎么能让一个死人去辞去人大代表呢 这又意味着说 这位像火箭一样啊 连升三级提拔的外交部长 也和火箭军司令副司令一样 突然被消失 是死是活 不见踪影 头根按表 那么罢免了外交部长辞去了人大代表 秦刚目前还是中共中央委员 而解除中央委员的职务 只能在中共的党代表大会上进行 可晓得是 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又难产 因此呢 秦刚不管是死是活 仍然占据着一国十亿 两百多个大脑袋的超大的这个党棍的这个显赫位置 无独有偶 那么李尚福呢 虽然被罢免了这个国防部长 可仍然是军委的委员 这个有评论说啊 圣上为什么像挤牙膏似的一个一个植物的罢免 偷了大半年之久 那就是为了冷处理 以掩盖自己 用人失察 给反习势力以口实 刨哥认为什么狗屁冷处理 习而获啊 内忧外患 面临的这个棘手的这个事情啊 实在是太多 那习他妈才不在乎什么反习势力 这股势力是不是真实存在啊 还是什么反共大威们为流量杜撰的 还不得而知呢 因此呢 对秦刚李尚福 只要拿下习 估计就忘求了啊 一个是呢 事太多 没事呢 有他妈喝茅台太多 兄弟们说说 是不是啊 这个理 那么昨天呢 刨哥发了一个短视频 说是啊 美国特种部队 已经进驻金门 有两个评论都说 刨哥在胡说 在瞎吹 刨哥在此重申一下 不信 您就去微信的搜一搜 去搜搜啊 中共的新华社旗下的这个参考消息 和国安部旗下的凤凰网 都有相关的报道 铺天盖地可以说是 那么美国是绝查了习二货发动台海之战的这个图谋啊 才派透枕部队帮助国军呢 守卫金门 威吓 习二货 不要 轻举妄动 那么今天呢 还有一个爆料啊 进一步说明了 习不管是武统 核统 还是超限战 反正是要啊 侵略台湾的一个图谋 这个有消息称啊 中共已经决定把东北的哈尔滨提升为直辖市 更夸张的是什么呀 要把北京大学的总校 总部啊 签到哈尔滨 把什么国防大学啊 什么国防科技大学啊 也并入哈工大 组建哈军工 同时呢 也要把北京上海深圳的高科技科研院所啊 也都搬到哈尔滨 并在哈尔滨啊 成立什么人民银行的北方总部 更邪乎的是什么呀 要代管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一百年 说俄罗斯的这个议会杜马已经通过了 这个黑龙江的这个居民呢 也可以出入定居远东啊 要向黑龙江的投十万亿 其中半数呢 要投在哈尔滨 建立特别经济区 进出口零关税区等等 那说是这一方案啊 要在三月的人大会上通过 跑哥认为 第一 这是继雄安 几千亿烂尾之后的 又一次 胡逼折腾 那么俄罗斯呢 几百年对外扩张 就是为了占领啊 出海口 为了自己有不动港 而席而获可好 他把北大什么军事啊 科技啊金融啊都集中到啊 鸟不拉屎的寒冷的这个封闭的鬼地方 这是要靠俄罗斯提振经济吗 这你妈是纯粹的是茅台喝多 吃人说梦 各位 薛薇想一下都会明白 你奶奶呢 你一头猪啊 屁颠屁颠的跑去找熊虾子玩 结果能好得了吗 不是被俄罗斯的经济黑洞吞食 那么 席而获不但占不到便宜 而且非死即伤 那么啊 其二呢 习儿明知占不到便宜 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袍根认为 习是把哈尔滨啊 当做了抗日时的这个陪都重庆 是从台海三战的角度 而进行的退路 或者说后路的一个布局 由此呢 也可以证明 习啊发动台海之战的这个狼子野心 那么其三呢 更进一步说明了啊 习的这个脑残 僵化和无可救药 这个邓的改革开放 是沿海 是深圳经济特区 是浦东 也是沿江沿海 而这个习的救国之策呢 是东北战山为王 成为他们座山雕 南辕北辙 这个成语啊 感情是为习儿 量身定做的 这个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呀 习在昨天啊 签署了主席令 公布了国家秘密法 而这个中国最大的秘密呢 是恨不能十亿人呢 都明细 习呢 是一头蠢驴 那最大的秘密呢 是他自己不知道 而觉得自己英明无比 还有就是呢 传言这个彭马婆啊 他的夫人啊 皇后啊 叫停了人民大会堂 倒水的美女 改成日本的暖水壶 自己倒了 这个茶水机消失了 看来彭马婆啊 真的要进中央政治局了 就此打住 下回见